歡迎我們來 我們是很高興今天能夠在當中 其實我跟我先生在附近 其實我們已經住了蠻長一段時間 我們以前也是去讀 Rutgers大學的 然後我們也住過在Norst Brunswick這附近 然後我的丈夫呢 事實上他現在是在我們學校裡面 學區裡面的行政工作 所以我們對這陣子很熟悉 而且我也很高興說主現在跟我們 把我們教會跟他們的 祷告中心之間有很多的連結 那我也介紹自己 再多一點點 我在聽到別人的故事的時候 我裡面都很開心的 因為我也很想聽到 神在每一個人生命中所做的事 所以我是一個很愛耶穌的人 我是一個很愛耶穌的人 我大概在上主任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才五歲我就接受主了 在我十七歲的時候 我好像對神有一個很特殊的經歷 那個就讓我一生就 就這樣子受影響 那我跟我丈夫已經結婚二十二年了 當我孩子還小的時候 那我自己又跟神之間 又有一些不尋常的相遇 那麼又更進一步的 讓我又改變了 那麼讓我去經歷聖靈 怎麼樣跟從聖靈 那個時候我們參加一個很大的教會 我們也都是在跟隨主 但是因為那一次的經歷 讓我就覺得說以前我的那些 我就覺得以前我好像在看那個黑白電視 有了那個經歷以後我突然看彩色 然後突然不但是彩色 而且是高清的這個螢幕 神實在太好了 因為我也是在家教育兩個孩子的 然後我也是說 你自己本身也是在美國算是第一代是移民的 我父母是亞馬加人 然後我跟我先生在這邊見面的 然後我原來我是做社會工作的 然後我也做了一段社會工作 因為我想去幫助那些被忽略被人家遺棄的人 但是神用很特殊的方式 當我後來開始在我們裡面帶兒童事工的時候 那麼就在現在那個禱告中心那裡 我覺得神借著這樣一個福士又把我帶回到當初我的那樣子的心態 你知道 Working with children is not something highly esteemed in every area 你跟孩子其實做兒童事工一般不太被注重的 不太重的 但是我們知道當你讀神的話的時候 那麼世界人看為重要的是 那麼世界人看為重要的是 但是跟天父所看的事常常不一樣 那麼天父所看重的 常常是世界上絕對沒有什麼重要 但是我們要這樣活 完全對準天國的價值觀 就是完全對準天國的價值觀 總懂得天國的價值觀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用一個歌的一句話來把它總結 讓我們永遠不失去對神的那種驚訝 當你們邀請我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時候 那我就問神 然後就想問聖靈說你要我講什麼 然後突然好像聖靈就把這樣的一句話 就說讓我們永遠不要失去對神的那種驚訝 那麼這個信息已經是到我很多年前曾經在我們祷告中分享過的 我只分享其中一小部分 那我心裡就想說我已經分享過了我大概不要再重複吧 那我就再問神說為什麼你要我分享這個 那天晚上 因為每個禮拜五呢我都會去IHOP去服侍 這禮拜五晚上 那天也是Alex在帶敬拜 其中呢他們所帶來的歌裡面有一首就是這一首說 讓我們永遠不失去對神的驚喜 大概五年前這首歌就已經相當流行了 那麼就好像很久沒有人聽到人家在唱這首歌 但是我覺得聖靈好像在告訴我 就是來告訴我說是你就分享這一個 所以這首歌它的副歌是這樣的 就是說讓我們永遠不要失去我們對神的驚喜 讓我們真的是眼睛睜得大大的 然後就是這樣很可惡的 讓我們真的就像一個孩子一樣 讓我們真的就像一個孩子一樣 讓我們在看 當我們就說我們能夠看到我們那個王的那個榮美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被吸引了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底什麼叫做驚喜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一到五節 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一到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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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可惡的聖靈 然后我们就能够来分享 第一节是这样说 那个时候门徒来问耶稣 他就说天国里水是最大的 第二节 他就叫一个孩子来 就让他站在他们当中说 他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改变 而回转像一个孩子的样式 那你就永远进步的天国了 因此 凡事能够谦卑自己像这个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那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孩子的 在我的奉文的名 就是等于接待了我 这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在圣经的福音书三本都记载这一段 那么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对门徒来讲 他们是很惊讶的一种 也就是说耶稣这样讲 使他们心里头非常的惊奇 因为我们都知道门徒常常就很挣扎很努力想要知道到底耶稣在做什么 而且他们很努力想要知道 好吧那我们又能做什么 他们甚至在说谁最大 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彼此在争议说将来是哪一个位置最大 他们就希望能够在众人当中就得到特殊的这种追容 所以他们就说在神的国里面哪一个算是最大的呢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想说耶稣一定会这样回答 他可能说那牺牲最多的也许吧 或者他们要他这样说 或者说那个第一个被我呼召来做门徒的 因为他等于是在信息里面他算是老大 或者是那些奉我的名 做了最多属灵的事情的那些人 或者是那些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完全顺服的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并没有指出说你们想要做最大这是错的 他只是把整个的这个话就转过来了 然后呢就说了一件事叫一个孩子到他面前来 在马古福音第十章这样说 那又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圣经的一段故事 where the disciples were rebuking the parents who brought their children to Jesus 那么就是有门徒人那时候因为有些父母带着孩子 要把孩子推到耶稣面前门徒就骂他们 你记得吧 我相信你知道 那么路加福音也讲同样的事情 但是他这样说这一件事 那么就是有讲到有一个寡妇他不停的祈求 然后他也在讲那个法利赛人还有那个税吏的那个比喻 还有在讲他那个有年轻的官来找他 就在那样的一些时刻里 耶稣就教他们一件事 他教他们讲的事情好像跟他们没有关 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事 那么这个想法呢是跟世界整个运作的方式是到来的 那么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说我的国度 耶稣的国 就是那一些软弱的那些谦卑的人神法而使他胜高 然后他们会得到尊荣 那一些看起来非常刚强的或者觉得自己很公义的 神却让他们降低 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熟悉这些经文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像我我就是教会长大的 我也知道我有时候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 就是那种态度就是 这个我都知道 我已经读到了 我这些对经文我很熟悉 但是我要邀请你 你要再看一次 到耶稣在讲上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到底他这样讲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要像一个孩子 到底耶稣在指什么事 作为父母亲 因为我们很忙 所以我们讲到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我们那个忙碌中去想他们 然后就想说他们很乱 他们有时候也不好搞 他们没有耐心 他们这么自我中心 而且很容易就分散注意力了 而且他们充满了惧怕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你知道吗 我们在形容这些东西 其实是在讲我们自己 因为很多的成人 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去买东西啊最近 但是耶稣并不是说你的行为要用自像孩子 或者是你的性格像孩子一样不成熟 但是他说你要像孩子 是在心里头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他懂得依靠 小孩子是有需要的 而且孩子他会信任别人 信任父母 像当他们跌倒的桌子 到妈妈或爸爸的手 记不记得有时候小孩子 他从那个楼上就蹦就跳下来 跳到他父母的怀里 而且孩子还有一个特点 很容易原谅 当他们跟小朋友一起争吵的话 那他们可能把他吵架了 可是过一步马上忘了 又开始玩了 但当一个孩子被爱的时候 当一个孩子被爱的时候 他们就有自由可以去做很多的梦想 他们的梦是很大的梦 像他们常常会讲说 我这样长大以后 我要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他们就把很多想要成为的 他们就说出来 他们通常都不会讲说 我只要做一个小秘书 他要的都是比较大的 当一个孩子被爱的时候 当一个孩子被爱的时候 而且他就很容易很慷慨地去爱别人 然后他们去拥抱了猫子 那么即使在公园 刚碰到一个人 他们可能很自然也去拥抱他 然后也看到一个小婴孩 然后也看到一个小婴孩 然后他们一看到一个小婴孩 然后他们一看到一个小婴孩 过去就去拥抱他们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很多的爱去给人 当一个孩子得到很多爱的时候 他们有很自由 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 他们也可以去探险 去学习 那么表示说他要试新的东西 那么他们会犯错 但是他会再试 当一个孩子是真的被爱的话 他们里面就充满了惊喜 当我们这边西渡西州天气冷的时候 然后小朋友就开始想 咦我赶快下雪 我们就不用上雪了 虽然他们已经看过很多试雪 他们还是希望有雪 好像他们第一次看到雪一样 而且他们就有很多很会问问题 那么这就是一种有那种会惊喜的心 很有好奇心 那这就是神要我们的 那祂要我们首先呢 有那个自由去探讨祂的世界 自由地跟神一起做梦 并且心里是充满了那种惊喜 那么我跟孩子工作 我有些经验 在我们的祷告中心呢 那些经验是很棒的 那么主就让我看见 就让我明白一个像孩子那样的心 在祂的国度里 会是什么样子 有一年我们暑假的节目 那么我们就帮助孩子们去经历神的大能 那我们要他们把它表现出来 就是说圣灵的大能是怎么样彰显的 有的人就哭起来了 有的人就让他发抖 因为在圣灵的大能之下 当然 我们就想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们相信我们也祷告说 神要在我们当中运作 但是这一次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彰显呢 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呢 其中一部分是 是因为我们按手祷告 他们就得着这些呢 我相信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是这些孩子们 因为他们很想跟神有个很强烈的经历 是因为他们的心呢 就是这么有这一颗想要惊喜的心 然后他们就进到敬拜 每天早上都来敬拜 那么因为我们暑假都是要敬拜的 他们就是要来敬拜 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他们就是要来敬拜神 他也不在乎人家怎么 他的名声如何 他也不是想要给哪一个人留下好印象 也不要让人家看到他有多么认真 他们就把心就降伏在神面前 他们就把自己的心向神打开 其中有一个孩子 她叫Sharon 她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属下的节目 那我们那时候在敬拜 那其他的小孩呢 有些小孩已经在圣灵大门底下 他们开始这样发动 然后我先问说 他生了什么事啊 我就跟他说 因为神在触摸他们 那么下一分呢 我就看到旁边 Sharon was kneeling down 然后她就跪下来了 during the worship 就在敬拜的时候 那她就把头就放在地上 所以我说 好啊 我们就继续敬拜 几分钟之后 然后我就看到她整个人躺在地上 然后她全身在震动 那么后来我们敬拜完了以后 她就起来了 我就问她发生什么事啊 你看到什么 她就说 我看到天上最后一场争战 耶稣把地狱的那些权势都打败了 然后把仇敌都打败了 我就好惊讶 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 experiencing God this way 就这样的经历神 我相信 我相信 很多是因为 是因为他们的心 像神时常 因为他们要希望 有经历一些很惊喜的事 现在我们有很多都是成人的基督徒 很多人都会说 我对教会已经厌倦了 我去参加查经也很无聊 然后他们的灵理就非常的枯燥 为什么 我相信原因很多 也许他们被人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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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们觉得 被那些假冒为善的事 他们觉得太不想 或者教会里面太多的政治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一种 惊喜的那一种感觉 想要惊喜的感受 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 好像已经失去了那一种的期待 那样的一个惊喜 那你想怎么会失去这个呢 这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呢 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些错误的文化上的一些信念 因为社会告诉我们说 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是这样这样或那样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把成熟等于 等于就很沮丧 或者说很冷藏 like sarcastic like negative 就是比较负面的 好像是那种嘲笑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this movie called Pan 有一个电影叫 Pan 记不记得 Robin Williams 是Robin Williams the actor and in the movie 在那个电影里 he's an adult he's an attorney he's sour 但是他里面常常是 Hook sorry Hook is the name of the movie oh 电影叫做Hook he's called Pan in the movie but the movie title is Hook 那个电影里的名字叫Hook and he has to learn again how to fly 那么他要再 就是说讲到他不懂得怎么飞想的 他要学习螺飞 so he has to think of happy thoughts 他就开始说不能那么负面 要想一些快乐的事 and happy memories 想到那些过去愉快的事情 because he's become so negative 因为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负面 that he's forgotten how to dream 他已经忘记了如何再去玩耍 或者再去有梦想 we lose our wonder 我们都有可能会失去我们这种的惊喜 when we go from a thankful heart 当我们开始也许有一个感恩的心 into an entitlement attitude 然后就变成说 oh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我应该得着这些 like we've earned better from God 或者说我这样努力 所以神给我这个是我配得的 as if we could earn answered prayer 好像我们可以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 让神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but in a true godly marriage 但是在真正的一个和神心意的婚姻里面 do you earn love from your spouse 你需要从你的配偶去你要做些事 他才能爱你吗 no 不是这样的 marriage is not a bartering trading contract 因为婚姻并不是一种交换的一种合约的关系 it's a love covenant 而是一个爱的礼物 and this is what we have with the Lord 那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 we lose our wonder 但是我们会失去我们那种惊喜 by staying offended 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你被神或被人冒犯 你就一直的停留在这种被冒犯的光景中 你就会失去 when we sit with unforgiveness 或者我们心里有一些的不能饶恕 it leads to bitterness 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苦毒 and resentment 然后就很愤怒 whether towards others 也许是对别人 or towards God 或者是对着神 we lose our wonder 就失去了那种惊喜 by allowing fear and doubt and unbelief 或者是说哎呀另外一个会失去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允许惧怕 怀疑不幸 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们里面 and we call it discernment 那我们还给它加个好听的名字说 oh 我有分辨的人 我是在分辨 or we call it intelligence 或是我这个是我的聪明智慧 or we call it realistic 或者说我这样才比较实际 we lose the wonder 这样就失去了那种惊喜 when we allow pride 或者我们允许骄傲 to keep us from seeking more of God 骄傲使得我们不能够一直的说 主啊我要更多认识 with this attitude 我们会有一种态度 that says if God wants to touch me 如果神要触摸我 我就在这里啊 祂随时可以来触摸我 祂就可以来啊 we often don't say in those words 我们说 我们嘴巴不易这么说 but that's the attitude 但是我们的心态却是如此 Now Luke 18 那么路加福音18章 verse 17 第17节这样说 says that anyone who will not receive 那不愿意接待 the kingdom of God like a child 不像这个孩子一样的 来接受的话 就不能够得到 will never enter it 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 Those are serious words 哇 这是很严重的事 so how do we get the wonder back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再把那种惊喜又得回来呢 the first thing 第一件事 is to repent 就是悔改 he says unless you change 主要说 除非你悔转 或者你改变 像一个小孩一样 it's repentance so he在讲的就是你要悔改 it's just making up our minds 就决定跟在里面决定说 making a decision 我做了一个决定说 we will we will 我要 enter like a child we choose we choose we choose so we repent so we repent so we repent and get thank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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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release your disappointment and then release your disappointment and release the questions to God we will release the questions to God 然后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交给他 let God's word 让神的话 be our authority 成为我们的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权威 and our standard 也成为我们的标准 instead of situational theology 而不是創造一些所謂的 跟情世環境有關的神學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去改變神的話 來解釋 或者說我們有時候真的沒有突破 那我們就給自己造一些理由 來解釋為什麼沒有突破 或者說我們為什麼沒有真的遇見神的話 這樣我們可以把那種驚喜再帶回來 就是要屬靈裡一直的很飢渴 而且願意謙卑 知道說神還有很多事情 所以說我們要謙卑的知道說 關乎神的事我們所知道的所看見的太少了 而神邀請我們 去追 就是更多的去追求認識他 就像一個孩子一樣 我們就跟他說我要更多 你有沒有跟孩子玩過啊 你把他抱起來 你就把他轉來轉去 你把他放下來 你知道他說什麼 還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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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 再做再做 你就再把他抱起來 你就再把他轉來轉去 然後你就再把他轉來轉去 再把他放下去 他怎麼說 還要更多 他就再一次又一次再一次 這其實就是天父要的 我們有這樣一個心 就是願意跟他說 我還要知道更多 我要經歷更多 再跟他說 所以我們一想到聖誕節 在這個聖誕的季節裡 這是什麼樣的季節呢 where God invites us all again 就是神再一次邀請我們 into wonder 就是讓我們能夠去驚喜 在馬太福音第一章 當約瑟跟天使有一些會議以後 天使就帶給他一個信息 在二十一節 在馬太福音第一章 天使就對他這樣說 他就說他會生一個孩子 那麼你呢 要給他起名字 祂的名字 祂的名字要叫耶穌 因為祂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中救出來 那麼這一切的事 那麼這一切的事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 因為我們很多歐罵的卡片 或是有一些可愛的小羊娃娃 這聖誕的故事 我們就覺得好像神童話故事一樣 我們好像已經把祂摻水了 把神的能力 祂的整個救恩的實際 祂都是耶穌基督 能夠來認同人類所要經歷的各種經驗 所以祂就取了人的樣式 真的跟我們完全是一樣的 weak 是軟弱的 dependent 是需要依靠的 就好像一個baby一樣 小嬰孩 祂要學習信任 祂每一個需要祂要相信天父會給祂預備 祂也很清楚知道 祂知道祂是被人養大的 而且這個人還不是祂真正的父親 這個家庭是一個混合式的家庭一樣 而且祂也經歷過被人種族的歧視 或者是很多的歧視 因為祂出生 祂是一個少數人 因為祂是猶太人 這個時候猶太 以色列已經被 那些都是意大利的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人 甚至祂自己的百姓 也看不起祂 因為祂是從一個小地方出來 記不記得 在約翰福音的第一章 然後他們就說 祂不就是那個木匠的兒子嗎 祂是無家可歸的 而且事實上祂也沒有地方住 祂是無家可歸的 祂有一點像是一個難民 在祂的小時候的確是祂必要逃避 他們要祂父母要帶著祂 逃到埃及去得保護 而且很多人常常挑戰祂 說你到底是誰 在曠野也是一樣 而且魔鬼要祂說 你用你的神給你的能力是為了你自己 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祂甚至還被試探 祂可以逃避情感上的跟身體上的痛苦 就是祂可以用藥物使得祂減輕痛苦 記不記得祂提供酒 因為祂不是把那個酒跟膽 那個感知要給祂喝嗎 那是一種藥 那個就是一種可以減輕痛苦的 常常在那些被處決的人身上 他們就用這種方法 以至於讓那個痛苦可以減少一些 祂就不願意接受 祂就不願意接受 那麼耶穌通通經過 在希伯來書第二章 那我快要結束了 祂這樣說 在十五節這裡說 十八節 因為祂自己 當祂被釘在的時候受苦 祂能夠幫助那些 那些也同樣地被試探的人 這是耶穌所為我們做的 祂完全瞭解人類的 祂完全瞭解人類的 那一位 就是魔鬼 使得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得自由 因為我們原來是在這個罪的捆綁裡面生活的人 只有耶穌的緣故受得釋放 這就是耶穌 祂已經不再是一個嬰孩了 但祂仍然能夠用驚喜來充滿我們 祂仍然能夠用驚喜來充滿我們 因為祂仍然完全活著的 而且祂還會回來 而且祂還會回來 因為祂應許了 因此呢 我相信主要我們 我相信主要我們 能夠向祂回應 如果你現在突然發現 我真的失去了那種驚喜 我真的太忙碌了 I grew up 我成長 and became sour 可是我卻是變得好像酸酸的 酸溜溜的 or offended 或者我覺得我被冒犯 or cynical 或者我變得有點冷嘲 心裡就是 or unbelieving 我就心裡已經相信不下去了 Now's moment 現在是我們的時刻 to come back to embrace the heart of wonder again 再一起來擁抱神 要給我們那種能夠驚喜的心 So right where you're sitting 你就在你的位置上 Let the Holy Spirit 讓聖靈 speak to your heart 對你的心說話 if you've never given your heart to Him 如果你從來沒有將心交給祂 Now's the time 現在是你將心交給祂的時候 to surrender 你現在是向祂降福的時候 and let your heart come alive 讓你的心再活過來 and for those of us 那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 who committed our hearts to Jesus 我們是曾經將心獻給祂的 Return to the wonder 但是我要勸你們回到那個能夠驚喜 Forgive 饒恕 Don't carry any offenses 不要把過犯一直帶在你身上 Release your burdens 把你心中的擔子都釋放出去 Receive His freedom 接受耶穌給你的自由 So I'm going to pray over you 我要為你們禱告 And then if you would like further prayer 如果你還要更多的禱告 Individually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And willing to just be in agreement And willing to just be in agreement With your heart commitment to the Lord Just同意你跟神 你將你的心為生給祂 So Heavenly Father We just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Which is life to us 你的話就是生命 Your entrance of your word 因為你的話 brings light 因為你的話會帶給我們光 So shine your light God 主啊現在就將那個光化出來 In every part of our hearts 讓我們心都能夠被光照 The shadowy places 特別是一些有陰暗之處 Where we become full of doubt 我們那邊有一些的懷疑 Or full of fear 害怕 Or unbelief 或者已經有一些不信 We break agreement 我們現在願意破住我們原有的同意 With the unbelieving spirit 跟那些不信的靈之間的同意 我要破住 In Jesus name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Holy Spirit 聖靈啊 We ask you 我們請求你 To breathe new life You just把新的生命 吹入我們裡面 Into our hearts Awake in wonder 再把那種 Once again 把它喚醒 Awaken us God 主啊再一次喚醒我們 That we would marvel at your goodness 我們會為你的美善驚喜 We are in awe of you 而且我們真的是會覺得太敬畏 太驚奇 Jesus You're fully God Fully man Wondrous Oh太奇妙 It's a mystery to us It's a mystery to us Lord we love you Jesus Jesus We worship you We worship you Please stand with me So Lord God We invite you We invite you To move Through this room To move on each heart Awake in wonder Awake in wonder You能夠把那個驚喜 載著喚醒 Bring us back 往帶回來 To the fear of the Lord 帶到敬畏你的那種光景 And a heart of awe And your saving work Bring us back God To the joy of our salvation And we will rejoice And what you're doing All your deeds We choose To set our eyes on you To lift up our eyes From the trouble From lack To look to you Jesus The author And the finisher Trucks of our faith Thank you Jesus For hearing us God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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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